他们是在二月下旬的时候 出现了相关的症状 近期没有国外的旅游室 所以我们研判为本土的病例 这天终究来了 首例后都本土案例 还一次新增两例 分别是四十多岁的新竹男 及二十多岁的高雄男性 匡例二十五人 高风险亲密接触者两位 家人四位 其余则是医护 进行二十一天自我监测 没接触史从症状判断出染疫 归功于医师很警觉 北部的这位个案 其实是在第一次就医的时候 感染员待查考量 猴豆出现国内散发病例 机关署将在二号召开专家会议 另外会上也宣布 四例流感并发重症 最年轻十九岁 无慢性病女童 病程转变快 发病三天就进ICU 这四例都没接种疫苗 最近这四周 主要检出的呼吸道病毒 还是以这个流感病毒 那在国际间的流感疫情的话 包括了欧洲 中国大陆还有香港 近期的疫情是呈现上升 大陆同样爆发A流 甚至超过新冠 让多处学校停课外 还有抢药潮是否影响到台湾 并没有说看到有像中国这样子有这种A型流感爆发的一个状况 可能也是跟我们目前的防疫措施都还有继续维持 那至于说抢药潮的话 那目前来讲因为我们还没有开放 那目前都是我们国人为主 看到的病人除了前一阵子上吐下泻的这个落楼病毒 感觉稍微趋缓 但还是很多一天都还是可能有十几例以上 再来是肠病毒有稍微在增加 疾管署疫报显示 腹穴疫情人处高点 肠病毒疫情人在升温 香港急起解除口罩令 罗一军说四月中研疫 防疫措施越来越松 没人管 不想染疫 只能从自己做起 TVBS新闻张美如黄俊伟 吴轩头NCC小组台北报道